上海证券交易所18日宣布 严格依据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根据上市委员会的审核意见 做出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终止上市的决定 这也是互市首个一元退市案例 2019年8月22日至2019年9月19日 新ST大控股票价格连续20个交易日每日收盘价 均低于股票面值 处级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终止上市情形 应与退市 依据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公司股票于9月20日起停牌